当我们谈到人生的起伏 有一种普遍的观念 那就是在转运之前 我们总会经历一些倒霉的事情 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 大富大贵钱必有大磨难 灾祸与福气 犹如影子般紧随其后 当你遇到困境时 其中的一种 其实可能是一个转机的前奏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应该袖手旁观 等待命运的安排 相反 我们应该决暗思维 时刻准备应对未知的挑战 在人生的旅程中 平和地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因为人生就像是一场 正负磁场的交替游戏 当我们身处负能量磁场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运气不佳 但正如天空中的云彩 这些阴霾中将散去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正能量磁场 享受好运的阳光 这就是生命的奇妙之处 它是一个不断循环 平衡的过程 一个人的运势 永远在好坏之间转换 遵循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法则 当我们身处低谷时 我们需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阶段 并非终点 因为在每一个负能量的高峰之后 都会迎来正能量的曙光 这不仅仅是对未来的一种乐观态度 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一次跌倒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这些挑战和困难 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锻炼了我们的意志 当我们面对逆境时 我们学会了坚韧和耐心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转运的故事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 都有可能是一个崭新开始的前奏 当我们谈论转运时 我们常常会提到那些最终成功的人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 每一个成功故事的背后 都有无数的挑战和失败 这些故事激励住我们 提醒我们 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 都不应该放弃希望 毕竟生命就是一场充满未知和惊喜的冒险 我们应该拥抱这一点 并且勇敢地面对每个挑战 因此当你觉得运气不佳时 不要气馁 记住 这可能只是一个转运的前奏 这个阶段将教会你许多宝贵的生活课程 并且当你终于走出困境 回顾这些经历时 你会感激这段旅程 因为它让你成为了今天的你 更加坚强 智慧和充满希望 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会 从每一次跌倒中站起来 让我们学会在逆境中寻找机会 并在困难中发现成长的种子 因为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我们的性格 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这样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挑战 我们都将拥有勇气和力量去克服它们 当你感到失望或沮丧时 记住 这只是暂时的 每一个低谷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高峰 这就是生活的节奏 充满了起伏和转变 让我们学会享受这个过程 并从中获得力量和启示 记住 每一个倒霉的时刻都可能是转运的前奏 它不仅仅是一个挑战 更是一个机会 一个让我们变得更好 更强大的机会 所以当你遇到困难时 不要放弃 相信自己 相信生命的魔力 因为最终 你将会从这些经历中 获得无比的价值和满足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所以让我们一起拥抱生活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 因为在这些挑战中 我们将找到自己真正的力量和潜能 有趣的是 当一个人的运势即将好转时 他们往往会在身体或精神上 经历一些积极的变化 比如说 他们的精神状态会变得更加积极 更有活力 甚至在个人形象方面 也会出现明显的改善 这些变化 可以看作是好运来临的前兆 当你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充满活力时 这可能是一个信号 表明你的运势正在改变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同样的 我们的社交环境也会反映出我们的运势变化 比如说 如果你家中经常有身份地位不错的人来做客 这不仅仅是社交活动 同时也可能是你运势好转的一个迹象 这时候 重要的是 要学会把握机会 当这些人来访时 他们可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性 这需要我们有识人之名 懂得如何与不同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社交互动 就可能开启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抓住这些机会 当机会来临时 不要犹豫 不要让他们从指尖溜走 相反 要积极主动 勇敢地抓住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利用好这些机遇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醒 对周围的环境保持敏感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转折点可能就在下一次握手 或一次会面之后 所以 当你感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变好 或者发现自己的形象有所改善时 不要忽视这些变化 相反 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个鼓励你去探索新机遇的信号 同样 当你的社交圈开始出现更多地位较高的人时 也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巧合 而是你正在改善运势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你需要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和机会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不断追求高地位的人 而是要学会如何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且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机会来提升自己 这是一种社交智慧 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通过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 我们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 也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保持真诚和开放的态度 因为真诚是建立任何关系的基石 无论是个人还是职业上 当你以开放和真诚的态度去与人交流时 你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比你想象的要深远得多 这些连结不仅可以为你带来新的机会 同时也会丰富你的生活 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加多彩 所以当你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或精神上有所改善时 不要只是自我欣赏 而是要思考这背后的深层含义 这可能是一个信号 告诉你 你的运势正在好转 你应该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把握新的机会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但只要你保持正确的心态 积极地把握机会 你就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变化 让你的生活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同样 当你的社交圈开始变化时 不要害怕这些变化 相反 要懂得如何在这些变化中寻找机会 因为这些机会可能会成为改变你生活的关键 所以不要害怕变化 不要害怕挑战 相反 要勇敢地面对他们 积极地把握他们 因为这样 你才能真正地成长 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 记住 无论你的运势如何变化 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开放的心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 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这就是生活的奇妙之处 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机遇 在探索生活中的各种迹象和预兆时 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些独特的现象 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的财运相关的 其中之一就是家中花草的生长状态 有趣的是 当你的家中花草长得特别旺盛 甚至枯树都能长出新芽时 这被认为是财运到来的前兆 这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一般来说 当地气旺盛时 植物的生长状态就会更好 而植物的旺盛生长 又被认为能够催旺家中的财运 这样的观点不仅在风水学中有所体现 也在许多文化中有所反映 当你的居住环境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时 这正是你个人运势提升的象征 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本身的改变 更是因为这些生长旺盛的植物能够带来正面能量 它们在无形中提升了居住者的整体运势 包括财运 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当一个人的人员突然变好时 这也常被看作是财运到来的征兆 想象一下 当你走在街上 平时不太会与你交流的陌生人 甚至是小孩子 突然开始主动与你交谈 这样的改变似乎是随机的 但在许多文化中 它们被视为即将迎来好运的信号 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一种 更深层次的能量变化 这种变化在你周围的人们 甚至是小孩子身上也能感受到 当你的人员变好 与人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时 这不仅仅是社交技能的提升 更可能是你的整体气场正在发生改变 吸引了更多正面的交流和机遇 这样的改变 即使是微小的 也可能是你即将迎来一段新的 充满好运的时期的象征 因此当你发现自己的花草长势好转 或者感到自己的人际关系 突然变得更加融洽时 不要忽视这些小小的变化 相反 你应该对这些变化保持开放的态度 并且积极地寻找着背后可能隐藏的新机会 这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观察 更是一种积极参与和把握机遇的态度 毕竟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改变 都可能是带来巨大变化的关键 所以当你的家中花草变得茂盛 或者你在社交上变得更加顺利时 记住 这些都可能是你财运提升的前兆 它们预示着你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更加充满机遇和可能性的阶段 这时 你应该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 并且积极地利用这些机遇来实现你的目标和梦想 当然 这并不意味住一切都会自动地变好 而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和积极的态度 来把这些机遇转化为真正的成就 因此 当生活中出现这些积极的迹象时 不要坐以待比 相反 应该积极地去寻找机会 抓住这些可能带来好运的瞬间 记住 这些小小的变化 可能正是你生活中的转捏点 它们可能会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个充满财运和机遇的阶段 所以 当你的花草茂盛盛 或者你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时 记得要感恩 并且积极地把握这些机会 因为这可能正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不仅仅是关于财运的提升 更是关于你如何利用这些机会来改变你的生活 最终 当你回顾这些经历时 你会发现 正是这些小小的变化 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你 一个更加自信 更加成功的你 所以 无论生活带给你什么样的变化 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 并且积极地去追求更好的自己 因为这些变化 正是你通往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时梦境不仅仅是夜晚的幻想 它们也可能成为我们未来运势的遇事 许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信念 梦见某些特定的事物 可以遇事这财运的好转 例如梦见鱼群在水中自由游动 这在许多文化中被视为财富和丰饶的象征 鱼 尤其是成群的鱼 常常与富足和财富联系在一起 当你在梦中看到它们 可能意味着你的财运即将迎来一个高峰 另一方面 梦见火和水的掌落也被认为是财运的预兆 在许多文化中 火象征住能量和激情 而水则象征住流动和变化 这些元素在梦境中的出现 可能预示住你的生活即将迎来一些重要的转变 尤其是在财务方面 同样的 家中出现某些特定的动物 也被视为好运的征兆 例如 喜鹊和燕子的出现 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吉祥和好运的象征 这些鸟类的到来 被认为是运势好转的一个明显信号 喜鹊的欢鸣和燕子的飞翔 常常与快乐和幸运联系在一起 它们的出现 不仅为家庭带来生气 也带来了积极向上的氛围 此外 家中出现狗也被视为来财的象征 狗不仅是忠诚和友善的代表 也常常与财富和保护联系在一起 当家中的狗显得特别活跃和亲近时 这可能是家庭运势好转的一个迹象 事实上 当家中的运势变好时 这些小动物似乎能够感受到 家中积极向上的祥和气场 它们的出现和行为 不仅为家庭成员带来欢乐 也增强了家庭的正能量 这些自然界中的小迹象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给我们提供了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当我们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变化时 我们不仅会感到一种与自然界连结的喜悦 同时也会感受到一种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情感 这些小迹象 就像生活中的小小提示 提醒我们要对未来保持开放和乐观的态度 因此当你梦见吉祥的景象 或者家中迎来了象征好运的小动物时 不妨把它们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个鼓励你迎接即将到来的好运和机遇的信号 这些小迹象不仅是自然界与我们沟通的方式 也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小礼物 它们提醒我们 生活充满了神秘和奇迹 我们只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就能发现生活中的无限可能 所以让我们用一颗感恩和乐观的心 去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小迹象 因为这些小迹象 正是生活中的小小惊喜 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为我们的未来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 让我们一起期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并且积极地迎接每一次来自生活的礼物 因为这些小小的迹象 不仅是自然界的祝福 也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最好礼物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